一个大石头 切切四斤 这上面还画了几条线 等一下就照这个线条来切 把旁边给它切平整 然后给它打磨抛光 当一个大摆件 这个石头有那种铁的声音 这边有这个开口 用角磨机给它打了一下 看一下里面的花纹 然后这头的话 就这个地方 发现有一点点红色的表现 然后其他这些 都是一些黄色的水草花 从外表来看 它没有裂的表现 因为这个石头 它比较坚硬嘛 所以说它上面的裂 肯定是比较少 就先给它 把旁边的皮 给它切平吧 在锅里的呢 在锅里的呢 在锅里的 好 出来 这个大锡头把它切开了 我们现在来打开看一下 来各位 刚才一刀下去 墨鞋的一顺 哇塞 这里面的话 有水草花 但是这个花比较细小 这上面有几种颜色 有那个黄 有红 反正就好像那个五彩一样吧 贴进来的话 它有几个水晶洞 但是这么大一个石头啊 它竟然没有裂 打灯有透光 这一面有些地方还是很黄 这个草花细小了一点 所以看着来 没有那么松动 因为那个花全部挤在一起了 农村小哥讲学头 感谢您收看小哥的视频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